杰斯勒 杰斯勒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什么我怎么回事啊 刚刚到家的时候爷爷还在 你就直接带了玄玄进房间了 不是说好的在人前要 配合演戏吗 我不舒服 不想配合了 你哪里不舒服 跟你有关系吗 我在尽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 关心自己的妻子 关心我 为什么 因为你给过爸妈承诺 所以有压力 才让你违背本性刻意来对我好 我希望你做的这一切 只是因为你是宋浩宇 单纯地想对我起诉的好 你给得了吗 这 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 没有啊 所以从今以后 我会继续照顾好萱萱和晨晨 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在爷爷面前 扮演好你的妻子 你戒指拉书房了 戴这个照顾孩子不方便 为什么 那你和谁都不逃 思路 你说 你没有意义 我回来 这出去呢 刘晨晨晨晨 你去到恋好 那你坐下 去吧 去吧 肉身足够点安全啊 嗯 好 那我先上去了 嗯 好嘞 拜拜 没事 你别走啊 我说的背背好 手表带好了吗 手表带好了 那听老师话啊 那个 萱萱的手术三天后我进行 我今天先带她去医院 办理住院手续 做一些简单的化验 要不然我今天早点回 没事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萱萱 来吃饭吧 怎么了 宋总 听说KL品牌执行官回国了 好 我马上去公司 不只是茂林 其他商场也收到了消息 为了争取KL入住 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那这段时间盯紧一点 要时刻注意商场的形象 好的 宋总 尤其是珠宝的商户 知道了 宋总 先生 您可以仔细挑选一下 看看您最喜欢哪一款 凡毅的切割工艺倒是很惊喜啊 谢谢您的认可 但是这一季的设计跟KL相合一 先生 您说什么 没什么 麻烦了 感谢你的服务 你觉得茂林怎么样 商品种类非常齐全 客流量也比较稳定 商圈附近也没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 整体来说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凡毅珠宝在茂林商场 算得上是吸引大客户的头部品牌 可是你看 它的客流量并不好 我已经连续观察了几天了 它的贵宾通道从来就没有开启过 凡毅的品牌和名气 和我们KL比自然是差了一些 那只能说明茂林现在的 大客户群体的资源积攒得不够 如果KL入住进来 他们哪有足够的消费力度来支撑呢 明白 我这就和总部汇报 等等 池塘的鱼不嫌多呀 宋总 最新消息 KL邀请了国内 所有一线商场的负责人 去他们巴黎总部商议品牌入住的事情 邀请的名单中也有茂林 广撒网 拖连鱼 就是看看谁比较好陈一宝 他们约到哪天 算上时差应该是后天的凌晨 不要准许 不要不要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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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麻烦你啊 回去之后呢 可以做一些增强免疫力的食物 按照我给你的时间表吃就可以了 宝贝 等你和小挂兽决战完之后 就可以吃到甜甜的小蛋糕了 开心吗 那我还要吃泡芙 要吃大芙 好 妈妈都给你买啊 你怎么来了 芙芙 你来接萱萱和妈妈啦 对啊 那叔叔来接你们回家了 叔叔 爸爸 学姐我们回家啊 气死我 别慌 别慌 等了这么久 怕那就是后天了 宋总 已经按您说的 订了最早的返程航班 可一来一回 怎么都要一天的时间 该怎么开课 还好吗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 给主导医生打电话了 他说 问题不大 对手术很有信心 那就好了 你先出去吧 好 我还要准备明天的食材 你的瞳孔 原来 记忆中 那些新潮的汹涌 原来光与光 只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去把此有未来的 请成为我的家人 你干吗 别动 是 爷爷来了吗 准备 这 这一分钟的相拥 从这一刻 却成为我的余生 关于时间的疯狂 天眼走了吗 我才都在你眼中 还没 没有 没有